2020年11月份李亚鹏高调表白女友海哈金喜 视频中两人丝毫不顾外界眼光 直接在晚会中深情亲吻 海哈金喜比李亚鹏小了整整19岁 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超模 据说女方的父母也对李亚鹏非常满意 李亚鹏近几年在经商上屡屡失败 甚至一度登上失心者名单 但在情场上李亚鹏可是老手 结交的女友更是一个比一个大牌 小时候的李亚鹏虽然成绩很好 三高中进入叛逆期后 李亚鹏为了讨女孩子欢喜 经常靠打架来表现男友力 最终李亚鹏高考落榜 只能踏上复读的道路 再次回到高中后 李亚鹏也认识了初恋女友刘延 1996年刘延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因为害怕就拉上了李亚鹏 不想两人同时被中西录取 不过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太久 刘延和台湾导演被爆出失垂后 李亚鹏的初恋也彻底的结束 毕业后的李亚鹏在一次聚会上 意外结识了克兰 克兰是巨人家庭出身 无法比拟的 为了接触到更多的人 李亚鹏便开始对克兰展开追求 年轻时的李亚鹏不仅长相帅气 也是一枚妥妥的暖男 在成功拿下克兰之后 李亚鹏就在克兰的介绍下 先是出演了京港爱情线 之后还借机签约了香港的影视公司 甚至凭借将爱情进行到底 一跃成为内地第一偶像男神 自此李亚鹏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但因为聚少离多的缘故 克兰和李亚鹏还是选择了分手 此时曲莹也刚刚和男友分手 两个失恋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 当时曲莹已经是当红女模特 收获很多时尚圈的资源 李亚鹏身为曲莹的男友 自然也跟着收获了不少话题和资源 2000年 李亚鹏凭借笑傲江湖虫 令虎虫一决 收获了一大波高质量奖项 而次年的社交英雄传 不仅让李亚鹏再一次大火 也让李亚鹏移情上了周迅 2001年周迅成为了李亚鹏的下一任目标 在拍摄《社交英雄传》时 李亚鹏因为意外导致左腿膝盖受伤 周迅知道后就对李亚鹏特别照顾 趁着稀里稀外相处的机会 李亚鹏再次发挥自己的暖男的特征 将周迅的一颗真心俘获 其实在周迅和李亚鹏传出绯闻后 曲莹就火速赶到现场宣誓主权 奈何李亚鹏的一句 我喜欢上了周迅 直接让曲莹由现任变成了前任 当时周迅已经出演不少热剧 名气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 光是和周迅传出绯闻 就足以提升自己的名气 所以李亚鹏怒帅曲莹 以请周迅 难免不让人怀疑他的目的不纯 接着周迅的名气 李亚鹏认识了不少演艺圈 还有商界的人 还成功进入六年一班的麻将圈 而天后王妃就是麻将圈的组建者 从第一次见到王妃的那刻起 李亚鹏就被王妃冷艳的性格所吸引 这边周迅一心想要和李亚鹏结婚 而李亚鹏却总以失业为借口推脱 在和周迅和平分手后 李亚鹏直接将目标投到了王妃身上 彼时王妃正和小男友谢霆锋热恋 虽然这期间也闹过不少次分手 但王妃却从没有给过李亚鹏机会 直到2003年 谢霆锋和张柏芝陷入纠缠后 王妃也果断的选择放手 此时李亚鹏终于等来机会 趁着王妃失恋大现殷勤 直到王妃得了感冒 李亚鹏直接放下手头工作 陪在王妃身边 只要王妃喜欢的东西 不用王妃张口 李亚鹏就已经买来 就算王妃的性格再怎么高冷 也躲不过这温柔炸弹的炮轰 2004年 王妃和李亚鹏对外官宣恋情 并在2005年领证登记结婚 婚后不久 王妃就产下了女儿李燕 而她也逐渐的退出了歌坛 至于李亚鹏因为有王妃的帮助 不仅名气响彻娱乐圈 也开始的往商界逐步的发展 奈何李亚鹏根本没有经商的头脑 王妃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不过李亚鹏在有了女儿李燕后 在感情上也收敛了不少 并没有再像之前一样 立马无缝衔接进入下一段感情 王妃在怀孕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的孩子存在有缺陷 可即便如此 她和李亚鹏还是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如今两人虽然选择了离婚 可对女儿却付出了全部的爱 李燕因为纯恶劣做完手术后 王妃和李亚鹏就专门以女儿之名 创办了燕燃天使基金 时至今日 燕燃基金会成立14年 这也成为了李亚鹏唯一一个 没有投资失败的产业 李亚鹏从事经商完全是因为错觉 在他21岁的时候 李亚鹏就带着7个高中生一块跑赞助 最终李亚鹏不仅成功拉到赞助 还赚取了4万块的薪酬 对于一个在校大学生来说 这4万块无疑是一笔巨款 而这一次的成功 也让李亚鹏产生我是商业天才的错觉 大学毕业之后 李亚鹏就开始了经商之路 他先后创办了网络公司 婚姻杂志等 结果统统都以失败告终 2012年时 李亚鹏就开始和哥哥投资起房产生意 经历于6年的时间 两人不仅生意失败 就连房子也直接烂尾 原本兄弟俩想将公司股份转移 却不想最终却被股东要求赔偿4000万 因为还不起欠款 李亚鹏直接被列入回名单 就连李烟也差一点受死牵连 所以也有不少人调侃 幸好王妃离婚的早 否则此时连他也无法置身事外 其实在和王妃结婚后 李亚鹏依旧没有放弃商业的梦想 甚至极度欺骗王妃参加商业活动 而王妃之所以会选择离婚 应该和李亚鹏经商屡屡失败也有关系 其实很多人都想不通 李亚鹏借着几任女友的名气 也算在演艺圈拥有了一席之地 若是按照之前的路继续走 至少不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可偏偏他一门心思在经商上 就算赔得血本无归也毫无会气 当然生意失败对李亚鹏似乎影响不大 毕竟现在的他正和海哈金西 处于热恋时期 而李亚鹏还在2020年 以房地产代表人物进行了行业演讲 说不定折腾这么多年后 李亚鹏终于能爱情事业双丰收呢 你们觉得呢